古农来向城城国小的学童说明是如何亲手制作木耳钵霸珍珠 学生在参观过香菇与木耳的生长过程过后 对于手作的兴趣是相当的高 我们有这三天的学校就是城城国小 城城国小的学生180个学生分三天三批次来 那今天的是第三批次的小班的过来 好那主要是食农教育和这个导览解说 爱育木耳香菇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那我们还有这个做了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爱育的DAY 那接下来等一下午餐后我们会下午做这个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木耳珍珠波吧 相当注重食农教育的水底香城城国小 特别来到玉峰村一间香菇农场进行户外教学 让学童亲身体验了解农作物的这种方法 与食物的DIY过程 那其实就是要透过 因为学校的特色是在推食农教育 那所以希望参访就是水底香在地的一些农场 或者是一些产业的活动 希望孩子可以更贴近这里的食物的过程 对所以可以认识乡里面的很多的农场 跟知道食物的来源 食农教育呢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呢 就是收获很大 要认识什么是爱玉 爱玉怎么生长的 它是什么样的品种 那只有台湾才有的这个爱玉 那只有台湾才有的这个爱玉小风 那又可以洗成这个爱玉冰来吃 先议员小知全表示 孩童的食农教育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校方以及农友的永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实食农教育 今天特别邀请我们水里香 成城国雄的学童 来到好姑妈 这个他们的产业的据点 来这边做观赏 参观以及学习 在黑木耳以及香菇 等等的生产过程 作为一番的解释 同时也让我们的学童们亲自 下去做实习 让他们要体验这个 这个爱玉籽 以及这个香菇的生产过程 这个整个对食农教育的推广 以及对地方产业的认识 能够更加的印象深刻 水里香食人国小 除了教学生种菜以外 更认为食农教育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因此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从小了解食物的生长过程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